有人说我赞助了一个电视节目大拍钞票 百倍千倍拍得那么爽 真的钱那么容易赚吗 其实我有话要说 欢迎来到有话要说 这是节目的第二个系列 那延续上个系列的风格 我们同样邀请了社会六位响当当的人物来到这边 说得没错 我们会一边喝咖啡 一边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们的事业和生活 也听听他们对人生 对社会对时代的感想 因为他们表示有话要说 那今天我们请的是一个超市老板 虽然在一个超级竞争的市场打拼 他却常常在电视上大派钞票 哇 好感慨哦 谁呢谁呢 给你暗示啊 千倍 百倍 还没有去到万倍 哇 万倍就太刺激了 我知道了 兵分万千再生松 对了 这是生松超市的老板林福星先生 我们欢迎他 欢迎 欢迎林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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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有话要说 你好 虽然刚才我们已经开始叫你林先生了 对了 不过最好是怎么称呼你呢 有人叫林先生 有人叫Mr.Lim 那么有时在外面呢 人家可以看到百倍百倍 千倍千倍的手势了 那么有些人就比较以前的 那些我的顾客了 这个猪肉林了 还是林先生或者林老板 对 叫得比较舒服一点了 好 那我们林先生 我们就来好好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来 请坐 请坐 生松呢 是本地的第三大超市集团 超市这个集团还赞助的综艺节目 兵分万千在生松 从2007年播出以来呢 以大宋献金出名了 最高曾经就让一个人呢 获得了十一万七千多元的奖金 十一万七千多元 那是超过一些人的年轻耶 是的 没错 来看这个片段 来感受那一段 哇 派遣的刺激 好 来看一个 九十百倍 五十三百倍 五十一千倍 他们在交换位置哦 乾坤大楼仪 大东西 恭喜 哇 赢了一百一十七千 五十块钱 为你办法这张大楼 林先生好 林先生好 恭喜你 获得了十一万七千零五十块钱 恭喜 哇 这样子每年派钱哦 也派了九年了吧 有九年这么久 对对对 那一共派出了多少钱 大概现在总结 大概是一千四百万啊 那么这个也是 其实每个人都以为 我很有钱 公司很有 其实不然 其实这个是供应商 我们有千多家供应商 组织起来 那么我们在做 这个综艺节目的了 哇 所以说真的 你真的很希望 那个人 那个参加游戏的人 会赢钱吗 对 就说真话 我们坦诚讲 我们希望他 他可以拿到 因为这个供应商的帮忙 那么就是说 尽量给这个 你们会一定有做一些 一个所谓的 一个底线在那边 对不对 没有 因为这个商家 是筹了一部分 就是说一部分 是可以供应 那么其他的 如果是说 真的是重的话 如果是千块 千元的话 就是百万 百万那个当然是 我们后面要津贴下去 那你这样子送钱 会不会把那个负担 就分到消费者身上 没有 这个是供应商支持的 你不只是送钱给顾客 听说你也就是送钱给员工 像是在你的超市工作 即使来打工的一些学生 或者是兼职的一些孩子 都可以拿到助学金 对 就是说在差不多两三年前 因为我们新加坡 劳工紧缩 劳工紧缩 那么我们也怕失去 我们的同事 那么我们每天 就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帮助我们那个 就是低收入的同事 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帮他助学金 不管他家庭的收入多少 他只在公司千八块 那么他的孩子 都可以来拿我们的助学金 这个是由公司来给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因为我们 我们的兄弟 也拿了很多那个股息 因为我们是上市了 那么我们每年 都有分这个股息 那么我就鼓励我的兄弟来帮回这群 我们的那个低收入的员工 所以这个是私家的 各个人就是我兄弟家族的 出来帮他 其实我们有这个做法 他隐藏了几个东西 这样我们的同事更加有营聚力 那这些员工也可以跟我们待久一点 那么因为有这些助学金的话 好像说有时我看到那些学生 有些是一年级 有些是中学 那么有些是大学的来拿 那么我就讲一句话 你要拿到你大学毕业 才离开我 那么就这个里面呢 就隐藏了一个无心的合同在里面 也就是说他读的越高的话 他的爸爸还是妈妈在那边工作的话 就会跟生受合作的越久 这一招很好用 可是你不担心你这样子说出来的话 你的这个无形的合约就这样子见光了 这个不用紧 我希望我们的同行 因为其实同行都是互相学习的 那么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 其实使我们的低收入的员工也增加了 现在没有错 就是负担那么重 这样每一年你们会拨出多少钱呢 就是来作为这个注水镜呢 这个是我在13年开始 13年的时候我们大概付了40多万 大概300多个家庭 500多个学生 那么在2014的时候就400多个家庭 400多个家庭 那么就接近700个学生 所以我感到他的增长 那个其实对我公司是好事 那么也坦诚的讲一句 就是说什么年龄的 什么年龄的女生会生孩子 就是说三四十岁的 三四十岁有孩子 三四十岁 所以那些都是这个胜利君 你明白吗 就是也是一个劳作 一个中年嘛 所以一些可以苦干的人 那我想问你 容易请到人吗 像新加坡人本地人 当然了 新加坡本地当然是比较难请 不过他都是有孤打字 孤打字就是三个新加坡人 请一个外劳 在孤打 所以本地是比较难请 不过比较难请 还是要想办法去争取到 所以这些福利什么的 就也算是一个吸引力 福利也是一个吸引力 那么员工来呢 员工来当然是薪水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们的公司呢 就是所说的就是一些 开导就是给他一些附加价值 就是我不希望你永远跟我打工 有一天可能你离开我 自己要做老板 还是怎么样 或者是在这边学习 那么可能别人看得起你 然后可能付更多的薪水 那么你要去帮他 你有没有去别人的超市 别人超市当然有 他们有什么出现一些 比较好的 比较产品 或者比较现代的 处理收钱的部分 营运的方式 什么等等 我们都要学习 所以你就会亲自这样子走进去 也不怕人家认出 而且你的样子很容易认 这个偶尔也是没有办法 如果是经过没有生松的话 我们也是去人家的店光过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那生松老板林福星 现在是家财万贯 名列本地五十大富豪之一 不过他却说 自己是养猪出身的 是杀猪到当CEO 等一下我们就来问问 这个杀猪总裁 他到底怎样杀出一个春天来 他的老婆大人 又扮演了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他才嫁给你 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就得陪着你去这个巴山 就是卖猪肉 如果现在回想是 感觉好像是对不起他 你会唱 我会给你看掉掉 因为我是你的家 你为什么是我的后院 家后 家的后面就是后院 不是吗 不是 家后是在闽南语是太太妻子的意思 那这是一首很快智人口 很多人都喜欢的福建歌 其实这首歌对你来说别具意义 对 那为什么呢 到底它的内容是诉说 怎么样的一种情怀 而让你对它是那么的迷呢 它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幸福原来是在草草闹闹当中 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有一段歌词 不过在这个草草闹当中 那么我们也学习到 怎么样的互相的爱护 互相的体谅 互相的包容 其实一谈到这个太太 当然黎先生 她本身就替我们准备了几张 她的一个照片 一起来看看 你看这个非常红彤彤的一张照片 哇 这是大喜之日的大合照 对对对 对对对 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认识你太太的呢 她住在我的隔壁 就是你的邻居啦 我的邻居啦 所以你 所以你就是因为隔壁啊 那你就不用追了嘛 因为已经认识了嘛 因为我们男生有时 你懂乡村的小孩子都害羞了嘛 所以还要他的少少介绍 他妈带过妈 少少介绍 等一下你连跟他说话都不敢哦 呀呀呀 好可怕 你那么害羞 怎么可以做大成衣 她是一个很勤劳 很帮助家庭的女生啊 人家说进水楼台先得月 但是没有啦 她没有利用那个优点 那好奇怪 她在她的家 离你的家有多远啊 隔壁就是一个篱笆而已嘛 一个篱笆 你还需要一个人来替你介绍啊 你还可以通过篱笆跟他说话 哎呦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大概1980多年啊 83还是84 19 年少的林福星 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和太太也是在养猪场 结下情缘 1985年 本地的养猪场 由于供需失去平衡 出现了猪脂过剩的问题 林福星家族的养猪场 也出现了700多 卖不出去的猪脂 林福星新婚不久 就为了猪脂过剩而苦恼 我就知道啊 我就知道啊 其实他才嫁给你啊 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啊 就得陪着你啊 去这个巴沙呢 就是卖猪肉啊 然后这个新婚蜜月啊 就要承受这样的压力 你你现在回想起来啊 我觉得那时候 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他来讲啊 对啦 那个我们是乡村嘛 那么就是因为 农场的猪是过多啦 如果现在回想是 感觉好像是 对不起他啦 对不起他 因为我当时是年轻嘛 年少气旺 那么就是做生意嘛 最重要是要把 把我家里的 一只700多只的猪杀完嘛 后来真的 我们杀完了也杀别人的 那么后来那个超市 那个大通杀嘛 那个超市 那是周转不灵嘛 九个月周转不灵 那么我们就 拿一间过来做了 后来就开始做生意了 因为我们那时 在红毛桥嘛 红毛桥是一个地点不好的 要下坡 下坡然后 我在那边卖猪肉嘛 因为那时过年的时候 就是拿着两个猪肉 又大肚子嘛 大肚子 那么快点啊 那么因为顾客很多嘛 在等了嘛 所以我感觉那时候 哎呀 我真的是太过分了啦 哇 这样有时候想起那边 那端就 呀 所以就有感触啦 真的那时很辛苦啦 嗯 你应该也是有想过 要怎么样去给妻子一个补偿啦 对当然啦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先生的话 就是说 呃 我们现在事业有成了 这样我们就是还是这样的爱妇下去啦 就是到终老就对啦 就白头偕老咯 因为她现在在看节目 当然啦 你的太太也在看节目啊 哈啰 阿滴你好 哎 然后你是否有什么东西想要对她说的吗 虽然说你每天晚上可以在家里讲啦 不过 那个不算啦 那个不算啦 因为 在荧幕上面说 对对对 嗯 对啦 就是坦白的讲 就很简单的就是爱她一辈子 你可以看着她的 她的她的 她的四个 就是爱她一辈子 啊 哈哈 这件事我想起另外一种歌 就是爱你一万年 哇 呃 呃 OK 好 呃 情感那边的东西啊 我们都谈过了 对不对 是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就要回到你的最初 嗯 刚才你跟我说 你是猪肉鳞 对对 上一个系列呢 我们也有我们的嘉宾呢 就是带来猪的照片 嗯 不过那是烧猪 不过你带来的嘉宾照片呢 是 应该是活猪 对对对 活猪 活猪 所以这个猪哦 嗯 大致上跟你哦 呃 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 嗯 对 你是怎么从 呃 这个 所谓的杀猪哦 然后呢 就跟这个卖猪肉呢 就是扯上关系 怎么样的走上这条路 因为 因为我爸爸是猪龙嘛 嗯 猪龙那么在 呃 1984年的时候 83来84的时候 因为他的猪肢过剩 嗯 猪肢过剩 那么我跟太太结婚两个礼拜 这样就开始去卖猪肉了 那么我们就靠到嘴巴甜一点 水和一点 就是这样做起来啦 嗯 那么从那个档口两一啊两三只卖到可以整十只啦 当时那么这个猪杀完了呢刚刚好呢这个农场呢也开始关闭了 在85年的时候就报告说啊这个农场因为啊他的排泄物因为一只猪的排泄物等于20个人的处理费 哦 所以新加坡的那么这个地很小嗯 那没有办法做这个猪龙那么就要关闭这些农场啦嗯 那么就是顶一间店下来那么呃当时就是说我只是卖猪肉而已那么 哦 哦 红帽桥的那个 红帽桥的那个那个那个卖猪肉 那么我就找了一个做杂货的做杂货的那么之前呢这个老板呢嗯 就是石费这个老板他就介绍一个呃Mr. Lim也是Mr. Lim啦嗯 也是林先生帮我合作的那么他大我两岁嗯嗯 那么他来了后来很多人就说呃这个这个这个Lim怎么起来呢 因为有时在店里要找嘛嗯因为他是做杂货的嘛做罐头的嗯嗯 那么这个后来呢就分啦哦你就叫罐头Lim我就叫猪肉铃 啊那么你你你你要找这个人你要找谁你要找罐头Lim还是找猪肉铃 哦找罐头Lim就找他找猪肉铃就找我啦 我相信呃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形容林先生就是你是白手起家可以这样子算吗 呃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我爸爸那时有给我们大概是三三十万的那个那个呃开始的 那现在呃业务方面的挑战是什么 现在的业务的挑战我感觉还是人啦就是说呃如果我们讲新加坡呢是 年轻的他都他都不想做这一行呢嗯年轻不做这一行因为因为这一行就是说 你不要想有拜六礼拜 这个东西 因为人家吃的时候我们不吃 就是人家做的时候我们不做 人家不做的时候我们开始做 就是这些拜六礼拜 大日子 我们才可以想更多的 所以现在年轻人他有知识 他读书有知识 那么缺少经验 还有就是怕吃苦 如果一个不怕吃苦的 可以take over这个整盘生意 那个是一流的 你有几个孩子 我有四个孩子 那么三男女 他们现在有跟你打工吗 有 老大有进来打过工 后来现在是帮助我的 服务的一些账 因为那些账 不是很好 那么有时候我跟他讲 你文凭有些东西 不一定说不可以吗 你老爸也没有读很多书 也没有很多文凭 不过也是做总裁吗 那么你为什么不要往上的看 你增加你的那种实战的那种能力 实战的经验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书本那个最重要的 感觉上就是在他们的事业上 你都会给他们一些你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指导 这样他们的感情方面呢 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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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三男一女嘛 会不会寄望孩子继承你的事业 当然公司的门是为他们而开 公司的门是为他们而开 不过他们是要不要 那么要的话你要进来就要承担的 也是要承担的 所以我们没有拒绝他说你不可以进来 那么他不要进来我们也没有问题 如果说他们要进来的话 对对 他们是不是可以做escalator 跑到上面去 还是他们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起 这种东西是要最基层做起 不过他小的时候都有给我们去做一些基层的工作 不过基层那个基层再走一次 是说时间不用这么久 两三年你就走透透了 两三年 你还以为两三个月 我还以为两三个月 一丝一丝这样子 所以你还需要他们就是按部就班 就是按照正常的那个管道 对对对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在人嘛 因为世上除了大自然之外 什么都是人搞的 所以你还是要跟那些人的接触 那些同事 但是要关系要打得好嘛 他才可以共创一个事业嘛 好 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林福星先生呢 虽然有四个孩子 不过他并不强求由他们来继承这个大生意 那如果呢 对于经营超市有兴趣 也必须就是身为老板的孩子 从基层做起 可是啊到底有多少人呢 能够像这个总裁 这样子啊 从基层做起 而且呢 当了老板 还没有价值 可以亲自上门 向顾客道歉 还替顾客抬官 也就是抬官材 哇 OK 这位大老板呢 他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 会不会有人无聊到 就是打电话 三星半夜 先生你寂寞嘛 陆江啊 你也是个老板 对啊 我老是板着一个脸 然后然后我就是一个老板 哦 你算是个大老板还是小老板 哎呀 站在那 坐在他的旁边 真好 我是个微不足道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老板 对 不过你也有请工人嘛 那他们都叫你老板 不是 他们叫我老板 哦 OK 就是一样啦 老板啦 如果你的工人认错老板 认错老板的话 你会有什么反应 就 就有点不开心啦 因为毕竟他的薪水我给的嘛 这样也可以认错 对啊 所以你会吵他鱿鱼吗 当然啦 开玩笑啦 我吵了他的话 谁来替我做东西啊 对不对 只要认错 会不会就认错咯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呢跟我们 呃 聊天的这位大老板哦 却常常跟员工说 你们千万不要认错老板 哇 好严肃哦 没有重点是哈 他认错老板到底是指怎么样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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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你可以解说一下吧 嗯 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一路来每个人都要懂的 顾客永远就是我们的老板 哦哦 那么他可能买一块钱的东西可能我们赚到五分 一天一天的累积一个月是我们的薪水 一天一天的累积一年是我们的花红哦 那么其实我们的薪水是从那边来的 明白吗 嗯 不过很多人以为是老板给你薪水 老板给你饭吃 其实不要搞错了 其实真正是顾客给我们饭吃 嗯 给我们薪水 所以我坦白讲我这一生也是顾客给我了嘛 哈哈哈哈 所以顾客永远就是我的老板 那么还有一次在装修的时候 呃 顾客也说 呃 也不是拿我们的钱去装修这个店 哎 我说我走过去 是是是是 是你的钱 我你的 你给我赚的钱我没有帮你乱花 现在我做的 Aircoin更冷一点 嗯 那么东西排列更更清楚一点 那么那个冰厨更冷一点 那么可以给你买到一个更好品质的产品 嗯 我你的钱我没有乱花掉 你是从可能老板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不过你也常常从顾客的角度 呃 来看一些事情嘛 嗯 对 对 呃 就真的把顾客当像是恩人这样子 对对 应该说老板 老板 对 那而且属下无法解决的呃 这个个案啊 问题啊 你就亲自马上去处理 对对对 哇 有发生过上门道歉这样的事情 呀 其中一个个案就是说 我的收银员 收银员给他指代的时候他没有eye contact 我们也看了video嘛 因为他排长龙嘛 我的我的我的收银员也是要快嘛 嗯 所以指代是轻放在他 他的桌面他自己装 我们长大 我们就要拿汽水就拿汽水 要拿啤酒就拿啤酒嘛 自己做比较快嘛 我就感觉那个是自己做的是比较快的 啊 所以就要上门去 要要这个顾客有要求啦哇 有要求我们就要去啦 ok 那甚至啊有一回好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哦 就是甚至替这个顾客抬过这个棺材啊 那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说那个那个顾客的父亲嘛 父亲那么在我的店前跌倒了 嗯 勾到那个客跌倒了 嗯 那么我就跌倒了那进医院 那么我们进医院 那么同事要记得去看他 看他那么有他们有一只在沟通 嗯 跟他的子女子儿在沟通 嗯 那么有一天晚上打电话来 他说过世了 嗯 我过世了我就整个就心都软了 嗯 心都软了 不懂怎么好 那么就直接问他就 因为他那个是凌晨嘛 嗯 那么就问他哎 他回来了没有 回来这个 这个这个 嗯 吊上的帆布这边嘛 但是还没有 下午 下午后来他说回来了 回来了就 就我们就下去跟他讲啊 嗯 讲的时候他就说 这个保险公司不承认啊 嗯 保险公司不承认这个这个 这个 case 因为没有video啦 嗯 保险公司 不过我就跟他讲 呃 某某先生 那么这个不承认 不用紧 我个人啊 我个人 整个扛倒完了 不关我公司的事了 嗯 我整个扛倒完给你 那么他也很好 他也说他 他父亲过世 是 在医院过世是因为心脏病过世啦 嗯 那么我就跟他整个 case承担起来 那么就 跟他点箱 那么他的水啊 那些东西我们都供应到他足足啦 嗯 那么就是说他出兵的那一天 我就约了我的总经理啊那些人啊 他就去 最后的就是补偿啊 嗯 那么就帮他抬官啦 抬去车上啦 那么送到他去 万籁火花场啦 嗯 花场到最后离开的时候给他一个卡了 我的同事要解决这个问题啦 如果 嗯 他不会跟你生气 是不是 你洗脸啊洗衣服啊 洗凉啊都用他 嗯 他没有生气 是不是 嗯 那么他的力量大吗 力量很大 可以把整个轮船称起来 嗯 嗯 他如果讲他硬吗 他其实很硬 他砍不断嘛 嗯 对 砍不断 砍不断了 所以我们应该像水学系啦 哇 说到这里啊 这样以后要做水聊 可是千万不可以水性洋化 哈哈哈 OK 那我们聊到这里呢 我要问陆江一个问题了 好 你的手机几号啊 我有啊 你神经病啊 我们在进行这个访谈到一半 你干嘛问我的电话吗 是几号啊 你不是有WhatsApp我的吗 是是是 我其实有你的手机号嘛 对啊 嗯 你知道啊 我们眼前的这位大老板呢 他的手机号码是公开的 所以就是说任何人 任何顾客 包括你跟我 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 哇 真的这么公开啊 完全没有带给你任何的困扰吗 这样子 没有啦 很少啦 很少 其实是很少的 因为 因为其实多的话 因为是以前累计的小事 你没有做好 嗯 其实 一天给你一个 一年才三百六十多个而已嘛 嗯 哪里有这么多问题 如果你 好乐观 你其实一直解决了齁 这些问题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你全部符合了嘛 嗯 符合了嘛 当然出了有一些新的问题嘛 再让你去思考 再让你去进步 这个电话号码哈 没有可能是空号啦 也没有可能是假的啦 因为你都放在那边啦 可是你没有可能有多过 你一定是有多过一支手机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一台而已 蛤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这样你的是unlimited plan 没有一台啊 你的手机不会一直响吗 不会不会不会 真的哦 也没有人说弄你呢 就是有些人 会不会有人无聊到 就是打电话 三晶半夜先生 你寂寞嘛 不会啦 每个人嘛 OK 刚才你说 不会常常接到那个电话 不会不会 可是当你接到一个 比如说 因为通常打给你 顾客可能是陌生人嘛 那你怎么样去应付呢 就是你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顾客陌生人 就要听他讲了 凌晨的大概是有 到现在就四位而已啦 凌晨打 你睡觉的时候要打给你 打凌晨的打给我 他是说 就是说我的那个闹钟响 那个电钟 警钟响了 警钟响了 大概是一点多 一点多啦 他说给铃声 铃先生给你听听 听听晚上的铃声 因为我说什么事 你可以告诉我吗 他说你的前面的电 一直在响那个警钟啦 你要叫人家来维修啦 OK OK 我说好好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他啦 然后有一个是买螃蟹 买螃蟹 我的同事不会蹭 因为他收银也满 他不会蹭嘛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蹭 把价钱按好了 把价钱按好了 把螃蟹安上去 放上去就可以蹭了 所以是同事打给你球 因为这样我才可以从中可以知道 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嘛 就是说有没有传达到上面来 那么有没有解决 那么以前呢 就是有一个人告诉我 高不胜寒 高不胜寒 那么想了两个多礼拜 高不胜寒 这样我就要往山下走 那山下走 山下发生的事情 看有没有传上来 或者是山上放下去的东西 有没有到山下去 是吧 有很多 这个电话放下去 很多东西解决了 那么这个理念呢 后来我放在这边 我的弟弟还不要给我上 后来我想了六个月后 还是上 上了就是一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包括员工的 员工他的问题也解决了 怎么说呢 员工的问题可能说 可能说他可以说 我们时常听到了 救员工欺负新员工嘛 还有就是说 员工其实也是怕投诉嘛 因为投诉来讲 我还是鼓励我员工 把这件事情做好嘛 我也不是去骂他 也帮他做好 那么为什么要打给老板 你才要做好 不如你提早做好就没事了嘛 根本是没事的嘛 是不是 对 那么也就是说 我是用一个外围的力量 使我的公司做得更好了 哇 外围的力量 很好 其实很好 他所说的 那个你看那个电钟什么等等 包括有些人外设 你的车子在哪里 你的那个推车啊 一两百多块推车在哪里 怎么要要去拿 什么等等 你看哦 这些我也是很感恩他们啊 对 我们也没有给他薪水 也没有给他东西 很热心的就回馈了 他就是变成这样就回馈你 不是一些坏的事情 有些好的事情也给你嘛 那林福兴老板呢 除了在电视上大派红包 他口袋里面呢 还常常带着一些心灵上的秘籍 派给有缘的人 真的吗 是什么 比这个百倍千倍的奖金 还要好吗 这个呢就是见仁见智了 我们等一下 就请林老板派一份给你 你要把自己做得很 就是说很真哦 好像说你是一个清水 这样你才可以看到咖啡啊 买楼在哪里吗 那个橙子在哪里 欢迎回到有话要说 我们跟声松的总裁聊了很多 很多 他呢除了是经商的高手 还有一些特别的功夫 什么特别的功夫 难道是打太极 我这么一看啊 他不像是一个耍太极的人 对啊 他是直来直往的嘛 不过有没有真的打太极 我们就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个功夫呢叫抓虫 他自创了这个抓虫的功夫呢 从生活历练中啊 就总结出来 抓虫 抓虫 到底是抓什么虫呢 就是说现在的人呢 很多都是有些教义 有些人在教的时候 可能在讲树上的果实 有多大有多甜 或者那个花开得有多美 OK 所以我们后面有这个图片 是很多棵树 所以忽略了那个根部 其实如果你把根部 一直打理好的话 那个花自然会开得很美 那个果实也会长出来很大 很肥美很甜 那么我感觉就是说 在这个你要做这个根部呢 就是说你要除草吗 你要捉虫吗 你要施肥吗 那么我讲的这个东西是比一个人 那个草 草就是我们的那个性 就是我们的那个人的本性 就是我们讲清楚了 坦白一点就是脾气 脾气这个要除掉 脾气你要除掉 OK 那么捉这个虫呢 身上的这虫呢 就是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你要拿掉 第三个你要施肥 施肥就是说你要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进去嘛就是正面的看一些书啦 看一些有成长的书 就是听一下人家分享一些成长的东西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呢可能会越做就越好 所以人不是别人啦 先要处理自己先 处理这个人 所以我们人本身就是那棵树啦 对对对 你要往内看 然后让自己可以开花结果 也可以说说你喜欢跟什么人合作啊 就是跟一些有品德啦 诚实的啊不计较的啊 群劳的啊 缺席的啊 这些人合作嘛 对 我们喜欢跟这些人合作 那么很简单的 你先变成那个人嘛 对对 就很多人跟你合作了嘛 OK 所以因为人跟你合作不是因为你漂亮 也不是因为你英俊嘛 嗯 所以我们先把当下这个人做好先 那么就可以开步了 其实这个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听他说的这番话 对 你到底喜欢怎么 你喜欢怎么样的人 你先把你自己变成那个人 那个我很喜欢 就是刚才提到的正能量 就可以吸引更多正能量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嘛 说到正能量 就让我先到深松走一趟 再回去摄影盒跟他们继续聊 据我所知 林福昕先生是在十多年前 上了一堂励志课程之后 决定身体力行 以正能量生活 他甚至把一些看过的 能够激励人心的话语 整理成小册子 随身携带 与人分享 好 菲芬 你来了 是 林先生 我听说小册子都在这里 到底在哪里 在这里 进来看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们的小册子 好多本小册子 对 到底有几本 我们每次印的大概是有一万册 那么我们大概用两三年了 所以这个我们已经印了三万多册了 大概是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册子 你说整十年 所以是2005年开始就这样 对 2005年开始我们就有这个册子了 那我们每位新的员工来 我们都给他一份了 那是怎么样使用的呢 那我现在就要往你的口袋里头去翻一翻 到底里头你的那个秘籍是什么来的 对 刚才提到这个法宝 对 秘籍就是 这个不是什么秘籍 这个是说有时候我们有空的时候 可以没有说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么就是真存待己感恩事物 把自己修制好了 其实天下就好了 因为我好了走到哪里就好到哪里 你是不是一直都很正面的 当然我们都在学习当中 不过我们当然是比我们的同事更加的正面 所以就是说我可以比喻这样讲 所以有一个好人有一个坏人 如果你不相信他的话 这两个人都会做好吗 一个好的一个坏的 我完全不相信 就没有人会 没有人 两个都不会跟你做好 两个都是坏人 不是 两个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东西了 当你做好 对对对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呢 至少有一个做得很好 一个把你吃掉了 那么他可以吃一食吗 不可以吃一试吗 是不是 一食你给他 骗一食嘛 不可以骗一试嘛 是不是 知道了 你还有一条路了 所以正面就是有这样针了 你要把自己做得很 就是说很真 很真的话那么对方有够不够真 就可以知道了 你就可以好像比较这样了 比较 好像说你是一个清水 这样你才可以看到咖啡啊 milo在哪里吗 那个层次在哪里 因为在讲话的时候很快的嘛 对 所以如果你讲话慢三秒的话 就感觉你在想什么东西 如果是一个坦荡荡的人 你马上讲他会马上回答你 所以就是说 将心比心啊 你这样才可以比得到 因为将心比心是说 你自己做到了没有 才可以比别人的心嘛 你自己没有做到的话 真正的人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正的人是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比得到 没有你比不到 对 或许是观众朋友们在看的 当然 现在你还在那边想 你在抓头脑 你在抓头脑 然后后来呢 你有一些些的领悟在那边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在跳到另外一样东西 每个人坦白讲 都会有一个笔记本吧 对不对 有些人有一个notebook 还是什么的 有些人的notebook呢 就会选择买名牌的 外面要皮做的 里头的纸呢 也要特别置地 然后旁边还有滚边 一些金边的 现在是电子的好不好 对对对 可是我在想 就是以你今时今日的这个 身份 你的家产 不过你现在所用的notebook 竟然就是这种 很便宜很便宜很便宜的 这个小小的一个册子 就是一毛钱 一毛钱 然后里头不是写码票号码的 不是啦 就是说 你真的是 今日必做的事情 你的字有点吵啦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就这样翻来看一下 可以干嘛 他里头真的就是写了一些 日期还有该做的事情 对 所以现在你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 因为记忆嘛 记忆好不过烂笔头嘛 你先把它记下来嘛 所以最好的记忆是不要记啦 马上做啦 马上做 记句话 马上打电话也可以 好像人家交代一些东西 马上打电话 马上做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对对对 不过从这边我有另一番的领悟就是 或许在物质上 我们也未必需要去到那么极端的一种享受 比如说一些很基本的一些东西 有种莫名的领悟在那边 或者是不需要很奢侈的东西 你就是之前你代步的就是罗里 指导公司 就是董事跟你说 我要照顾到上司公司总裁的这个形象 然后就买了一部轿车 OK 但我想知道的就是 你认为这个金钱的这个价值 现在在哪里 金钱是这样 钱不是万能 没有钱万万不能 所以要把钱用在最好最对的地方 然后如果你用在对的地方 好像说我们的住学金 可能在学校什么等等 这是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你觉得钱的价值就是 取出社会用出社会 对对对 不过你要用在对的地方 好的地方 那偶尔也可以重重自己不是吗 重重自己是 其实一个人睡六车的床可以吗 多多在大的床里也睡不 也没有办法睡 睡超过六车 每次我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 我们都很喜欢的就是 让我们的嘉宾 跟我们分享 他们做人的座右铭 那您的又是什么呢 我的座右铭可以写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出生的时候看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成为人 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呢其实呢已经准备了这个板子在那边了 对对对 你就边写边说 所以我写一下这个是一个人出生了 一个人出生了 一个人出生了 它可以成为人嘛 所以不可以成为人 所以一只动物会出世的一个人 那么婴儿会解决问题嘛 有些人说不会 其实婴儿不会解决问题会饿死的 所以我们从婴儿开始的话呢 其实一直都每天每日 每年都在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到你老死 那么它不可以成为人嘛 所以你要多一撇才可以成为人嘛 那么你成为人的话 你要向谁学习 那父母咯 父母的好的坏的也学进去咯 就是善了 饿了 好坏了 对错了 那么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 慢慢长大了 长大了 长大成为大人嘛 所以成为大人 大人的时候你要懂得选择了嘛 好坏你懂了吗 所以你要懂得选择 所以我做生意做那么久了 只有这条路而已 所以你懂得选择了 变成大人了嘛 是吧 那么如果你要更多的话 你会服务所有的人的话呢 变成众人 所以你要得到众人的义 所以众人的义 人家讲天人合一呢 天人合一 就是众里来的一个领导者 所以这个领导者不是去管他们的 他们有很多问题 所以你要去帮助他 去服务他 其实当你这样帮助他 和服务他 其实你协到更多 协到更多 如果协到更多的 你要言行一致 你要自己去做嘛 就是道德为基准 榜样为传承 自我要求 那么言行一致 那么就是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所以慢慢就成为榜样 哇 所以这个是天人合一 那么就是众里来了一个人 哇 真的很感谢林先生 今天这个是一份后礼 对我们来说 好好地去拿回去反省学习 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您 就是来到我们的有话要说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然后我希望呢 就是在收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也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受到就是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有一些启发 没错 今天再次的感谢 林庆新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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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拿还是我拿 你们学到姐妹 都可以了 你刚刚做人了吗 是 你刚刚做人了 你刚刚做人了 你做人了 今天上的 有话要说这个节目 分享我的人生经验 希望观众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那么小弟说的 如果没有做的 希望大家提醒我 给小弟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我来说 trochę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